老铁们好,今天呢,咱们还是炒一期冷饭 说说什么呢,说说这周发生的,也就是华语曾经著名的一个天后,歌坛天后李文Coco 因为抑郁症,歌吻自杀,然后抢救无效,去世了 享年呢,是48岁 我不知道各位什么情况啊 因为这个大洋本身是80后,所以的话呢 小时候也是听过很多这个Coco的歌的 就是这个什么滴答滴啊,什么这个沙拉拉呀 这种,这个还是耳熟能详的 虽然他后期没有什么作品,一定程度上来讲他算是个过气歌手 但是呢,他的这个形象可以说深入人心 他绝对可以说是在这个华语乐团上呢 这个乐团上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这么一个存在,一个巨星 这个一点毛病都没有 但是呢,大洋在此,在这一系列的这个舆论战 包括现在还在发酵 看到了很多东西 大洋本身呢,也是表示很愤 熟悉大洋的人都知道,大洋是比较反女权的 也比较反这种 就是不能说白人,而是说白皮 什么叫白人,什么叫白皮呢 白人就是,哎,这个泛指白人 但不是说一个白人他就一定坏 白皮就是什么呢 哎,种族优越感 哎,我就怎么怎么样 哎,这种,我大洋反对是这种 大洋不是这种,就是种族主义者 啊,呃,说多了 咱们捋一下这个事儿啊 呃,这个Coco呢 这个是,他呢 是就是在这个,应该我觉得 应该是三十多岁的时候开始谈恋爱 他其实,他的这种就是发迹啊 好像大家都有印象 就是当时那个宝莲灯啊 什么那个春晚啊 这种,就有一些那什么 但是他歌曲其实并没有那么多 啊,后来呢 他也尝试这种 就他的这种哈 这个感觉 他这种形象 其实就比较符合那种 就是欧美人 尤其是这个美国这边的 这种你说狂野气息也好 或者也符合他们的审美 啊,期间呢 就是可能比如事业为主 或者怎么样 他呢,据说是跟这个霍启刚也好 或者什么 都是有过这个谈过恋爱的 呃,最后呢 是轮到这个 就是这个美国这个白人 白人这个老头子 大他16岁 啊 为什么李文会选到他呢 有一种说法是这个李文啊 从小他是缺乏父爱的 所以的话呢 他会找一个这种 就年龄大一点的人 啊,然后呢 就会怎么说呢 就是说比较 啊 就是 就弥补一下吧 对吧 呃,现在这种 比较好听的说法啊 是这样的 但具体怎么样 其实我们也不太清楚 啊 总之呢 经过了一段时间 这个爱情长宝 两个人呢 就正式的这个结婚了 呃,有必要提一下这个 这个就是白人这个老头啊 就是这个人呢 他有一个就是香港的这个名字啊 有一个中文名,估计他也会说一定的这个中文啊 他呢 起家是在这个香港给这个有钱人当网球教练的啊 啊 就是后来很多人呢 就算是 哎,就挺乡中这个人啊 就是你不错 啊 给了一些资源 然后后来呢 他成为成为了一个这个集团的大老板 啊 呃,他也算是很有运气了 也算是吃这个香港人给的这碗饭的 啊 呃,毕竟你想想没有人会无缘无故把这个 就是在富人圈子 资源机会是最重要的 他比多少钱什么的 那都对吧 就是为什么会把这个东西给你一个外国人 啊 然后发家了 呃,李文和这个白人呢 结婚了 结婚的这个 就是其实结婚也算是近几年的事儿 呃,结婚之后呢 刚开始可能这个白人还会装一装 后来呢,索性干脆不装了 呃,李文呢 其实说白了 他的一些一切行为 我说句不太好听的话 不太重听的话 有铁的这个成分在 啊 呃,因为呢 大家可以去查一查 就是这个李文的这种什么 Instagram啊 推特啊 这个 呃,微博呀 这些 对吧 其实都有的 他自己有发这种状态 啊,什么今天发 什么 这个 这个 我给我丈夫过生日 我给他一个惊喜 哎,我准备了多长时间 第二天呢 他有两个这个 就是这个这个白人啊 他有两个 呃,前妻生的女儿 啊,这个大女儿二女儿 第二天呢 说发一个状态是什么呢 说这个 给大女儿庆祝这个生日宴会 生日派对 哎,俩人来个合照 第三天呢 说给二女儿烤牛排 说为啥烤牛排特别 特别的特殊呢 因为什么呢 因为李文本身怕火 啊,他怕火 但是他 他为了这个 你说,哎 这个 就是自己的这个小女儿 啊,这个妓女 啊,为了你说讨好她也好 或者怎么着也好 哎,给人给她烤牛排 再过几天呢 哎,给自己的这个 丈夫的母亲 买戒指,哎,定制什么什么戒指 哎,这个字觉得 还觉得挺那个 挺光荣的 挺,挺,挺,挺荣耀的 挺高兴的 啊 其实有点啊 就是说的不要,有点淺 但是后来这家人 是怎么回报他们呢 现在这个男的 这个老白男呢 这个开始在外面找小三 找小三呢 还是说,啊,这种就是白人 也许啊 我说也许这个欧美人 他们比较流行这个 说着daddy 啊 找这个小三 但是具体的这个 就是对方什么情况 我不太清楚 他只知道对方是这种白人女性 啊 然后呢 这个李文他肯定也是很生气嘛 然后就有一 其实有一系列的这种啊 就是说不合的传闻 包括李文 从家里搬出来啊 住啊 或者怎么样的 包括这种啊 这个脚伤了 哎,这个 没想到这一家的人呢 是不闻不问 啊 就是没有,包括这个搬家也好 或者怎么拿好这个 这家人是就是秀丑旁观 那最过分的是什么呢 他的这两个所谓的这个妓女啊 哎,最后捅刀子 说什么呢 说啊,李文你才是那个第三者啊 啊,我们家庭挺好的 就是这种颠倒是非 颠倒黑白的话 说出来,我跟你讲 让李文可以说彻底寒心了 啊 这个东西 我觉得大家看了看这个李文的这种恋爱经历也好 或者可以知道 这个李文和这个老白男是经历了这个八年的爱情场跑来 啊,那个时候 就是,咱们就说即使说李文是第三者插足 那是不是也是因为你这个老白男隐瞒了信息 你是去骗呢 对不对 你别忘了是你死皮了 你去追人家的 对不对 怎么成了你 就是说,啊 那个成了李文反而是什么了 所以大家,哎 看我频道的人呢 怎么讲 基本上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都是这个亚 就是亚洲人 对吧 亚洲人 华 就是中国人 你们这个文化圈里 我跟大家讲 能不能忍受就是这种行为 或者这种背叛 你们觉得这是很正常的行为吗 啊 不要怀疑说我是去编 或者怎么样 啊 我始终认为这个就是杀死李文的 这个杀死李文的罪魁祸首 是元凶 也就是使他得抑郁症的这个原因 啊 你包括后续也大家也都知道了 这个李文他在这个独居啊 在这个非常这个就是 就是伤心无助的时候 啊 是谁在陪他 是他的母亲在陪他 是他的姐姐在陪他 这家人 没有 没有 找不到 消失了 啊 呃 有人去以我造假 啊 那么我可以大概跟大家这么讲 我呢 看的很多的这种就是说你说 微信的这个就是公众号也好 文章也好或者怎么样 你说一篇两篇他是造的 那么所有的这个文章的要素 集合到一起都有很多的共同点 比如都有这个老白男出去啊 这个找小三 比如都有李文是怎么舔这一家的白人 比如都有说这个就是两个妓女 这个就是先后插刀的这种 那我想问问 谁说的话更可信呢 大洋很少做这方面的视频 但是为什么突然就是要做这么一个视频 就感觉其实是很义愤天鹰的 啊 为什么 因为就是李文的命运已经如此之悲惨了 我们国内还有一群人 就就是我引用一句话吧 呃 天津的一个博主叫李三金啊 他说的一句话就是他他从这个 呃宝马女这个冰淇淋那个事儿 宝马迷你那个冰淇淋那个事儿 说的说中国人没有文化自信 啊 其实我感觉他说的清了 那不是中国人没有文化自信 是中国人有文化自卑 李文 Coco这个这么好的一个人 就是我们我们可以这个去啊 就是说哎 鄙视你啊 你去贵田外国人你你去你嫁给那个洋人 怎么怎么着的 但是咱们于情于理说 你对这个家的付出也好或者怎么着也好 那是有目共睹的 你是个好人 你做的非常好 你做的没有任何问题 但即使就是这样 他也受到受了这家的人的这种暴冷暴力啊 然后到最后呢自杀到最后抑郁 居然有人在给这家白男洗地 这是什么行为 包括就有某某某那个啊 很国内很著名的网站上 人家发文了 就什么呢就说啊 李文他们就把李文的这个抑郁症和自杀 归结于什么呢 归结于好声音的那一幕 就因为几年前李文呢 接了大胆揭露好声音的那一幕 在这个台上呢跟这个评委吵起来了 然后到最后呢这个就是他们就压李文 让这个李文呢被迫道歉 而且到最后这个好声音最后的这个就是演出的时候呢 他们知道李文受伤 然后故意呢就让这个李文不跟其他任何人啊 就是这个就是搭配就成对 因为大家要成对的话 就是比如说拉一下手或怎么样 他不就不会摔吗 然后结果就是很那个包括一些剪切啊什么的 李文果然摔了 这个最后李文被抬下去了啊 然后这个好声音大仇得报 李文因为这事受不了的自杀了 他们就是极力的淡化 极力的撇清说这个脑老白男家里头做的没有错 或者说老白老白是有错的 但是跟李文的这个抑郁症没有关系啊 怎么怎么样 就这种避重就轻的这种就是就是嘴脸 跪舔这个白人 我觉得是非常恶心的 你如果要是做出这样的行为 我只能有两个推测 第一 你收了老白男家的钱了啊 第二呢 呃 就是老白男家没给你钱 但是呢 你还是去舔 你你就会久了 你膝盖生根了 你就是自带自带股 就是西方任何西方 怎么讲这个十几亿人 几十亿人 你恨不得捞个街边流浪汉 你都想舔两口 啊 就这么简单 啊 你作为这个就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媒体 啊 所以 我我真的是 我对这种事情啊 就是现状是非常非常之无语的 啊 难道我们亚洲的女性就应该被这种贱价的啊 这种卖出去 啊 然后自暴自弃 然后我们自己的人在干些什么啊 女权 呃 现在不是那个最特别流行的一句话吗 在这个查微信圈里 啊 女权不打杨大人 就是很多人期盼着说女权 这些女权就是全尸的权 打拳击的拳 女权见到这种事肯定会义愤天鹰的 骂两句 因为你这个老白男做事确实不地道 啊 咱咱们再插一句话 为啥李文不离婚 不离婚 对了一点李文呢太恋爱脑了 他把自己的资产全都给了这个老白男 就是说他自己赚的钱呢 其实都属于共同财产 他他跳出来他离婚也好 或怎么着也好 他拿不到钱的 啊 这就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 啊 所以的话呢 就是 呃 很多人 我看到很多人在这洗地 我是非常的 就感觉很痛心吧 啊 你像是微信里到处传什么呢 啊 说这个 全是不打老白男 不打 那边白人 白人都是好 啊 我们在群里头讨论这个事的时候呢 就还有人这个就是给这白人买洗地 说什么呢 啊 国男杀杀妻杀女人还少吗 就一会就暴露了 什么人会把这个国男挂在嘴边 当然了 他打那个字呢 还算是给我们面子 他那个国毕竟没有写成那个 就是郭郭的郭就带一个虫字盘的 女权主义者 叫中国男人就是国男 啊 但是通常呢是带那个虫字盘的 所以的话大家都知道了吧 啊 你说他这背后没有西方势力支持啊 这个挑拨 我是不信的 啊 给你钱就是天天让你骂这个中国男性 但是 这个说这个同样的事 说这个出轨的事 什么类伴的事 啊 这个白人干了 不许说 这个效果是一个意思 包括呢 前两天我也是有一个契机 我看到小公书上有一个 呃 在美国的一个女女留学生啊 可以说是身材也好 颜值也好 都是顶尖的那种 在公园被五十多岁的老白男搭训啊 说哎呦我身材好 我是什么什么一员 哎这是我那是名片 哎加个什么 就是那个当地的那种什么 呃 聊天人叫我也不太清楚 是不是那个telegram我也不太清楚 然后呢 哎 其实说白了 这话呢 已经说的在场 那那男的就 那副嘴脸都已经开始说什么 哎 咱那个什么做爱也好 或者打招也好 都就说的很露骨了 但是大家要知道这个 你在美国当书哥爹地 不是不可以 掏钱啊 对吧 那你美国那个白人 哎那杨牛讲话的那个二十多岁 找五六十岁的那个人 那那生意 谈生意不含着 把钱交出去呗 对吧 应该的 结果后来这个这个女生呢 始终在纠结 她呢 还总是在怀疑说这个男的是不是 不是这个意思 是不是我误会人家了 到最后呢 试探一下 就发现我要过生日了 不知道 那个男的没有任何回忆 我我我看的是非常生气 你你我就我不是说反对 说这个中国女生 不不允许你给这个白人去当什么啊 那个这个书哥哥什么的 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你们看到这种事 你你们自己不心塞吗 现在你们的形象是什么形象 白人觉得哎呀 我我要找个白人的女孩 当这个书哥哥 啊 我我需要给他钱 我找个亚日记女 我不需要给他钱 哎他还应该很感激我 现在白人他自己脑子 都是这种意识了 你说可不可怕 啊 所以 我是觉得什么呢 你要么 这个大众也好 或者怎么样 你要么去指责这个男人 他家里头 我们讲 不甘不敬 啊 三观不正 把李文呢 间接的害死了 要么呢 我只能揣测 我说西欧或者是北美 他就是这个文化 啊 他就是这种就是白眼狼文化 啊 你是继母样或者怎么样 你把你把一块石头放在胸口揣几年 都不会热 啊 到最后呢 你还是这个背后捅你一刀的 还或者说 因为你是个亚洲人 因为你是个黄匹夫 哎 所以的话呢 哎 我我我找你 我找你之后呢 我可以随便找小三 我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你在我眼前就是空气 啊 如果 他真的是这种文化的话 我想问问 广大的国内的女性 你们接受这种文化吗 你们能容忍吗 你们能容忍 如果coco 发生在coco身上的事 发生在你的身上 我想问问 你又应该怎么做呢 我就说这么多吧 喜欢的朋友们 请订阅点赞 谢谢大家